欢迎收看十只手指不一样 我是姆哥 我是子妞 我们想要带着大家到处走走看看世界的不一样 欢迎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哦 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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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 早啊大家 早啊 我是姆哥 我是手指小姐 等一下我们要上黄山 我们昨天在酒店睡了一晚 今天早上 元季是六点五十 后来改到七点半 我们等一下准备上山 好 师傅为啥这个甜蜜还要有一根啊 要叫大旗 大旗 我们现在正在往排云行旅的路上 那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呢 呃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松树 它是一分为二 连里松 连里松 要死也要死在一起 我们到我们的山上的酒店啦 今天晚上住的是山上的排云行旅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山上的排云行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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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像机器站紧喔 诶有衣服吗 哇 红色蓝色 诶 我以为是黄色的 那那一代是什么呢 毛毯 毛毯啊 那是玉毯 玉毯 这么贴心 小抱台有 熟悉的雀草咖啡 还有一个 排云的 茶 还有按摩脚的 在哪里 哇 很贴心诶 我还想说我今天回来脚一定会废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房间的这个 维二的观景房 观景大床房 行吧 可以 体验一下 远方有看到一颗球 那就是 著名的 光明鼎 我们现在要往西海大峡谷出发 五哥你再讲一次刚刚那个贴切的词 看下面 下面会痒痒 然后我们要戴手套了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走一段 往下的这个楼梯 我们让你看看 我这是水瓶喔 楼梯是这样 这个要握伸手的比较安静一点 这是一线天吗 这边刚爬完一线天出来看的这个景 很有感触 有什么感触呢 就是我们一爬完一线天就看到 就是在这个山壁上面的这个松树 我们人跟黄山的那个松树比起来 我们是很渺小的 我们不是看黄山 而是黄山在这边 黄山在看我们啦 加油 我脚一直在发抖 哦 水好滴耶 我在看那个松果 可以看一下 每一个树枝木端都有一个小松果 找的很可爱 这些挺密的 漂亮 我们往下看吧 这里有这猴 跟我一样是这猴 五哥 嗯 为什么它是猴的啊 因为它下面有个 刚刚走完一环 现在的脚的状态怎么样 我觉得明天没问题 明天没问题 明天没问题 小四 小四 小差一点 好继续 等一下我们要爬二环 那我们这边看的就是沿着山壁的这个楼梯 脚的发抖呀 我们改变计划了 上面这个拍到 我们要去做小火车 小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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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生意外总是 能去顾忌的 我们原本的计划是 走到布仙桥 现在是下午两点 嗯 对 所以我们现在改变计划 改变计划 好 那我们去坐小火车 出发啊 哇 拜拜 小火车 我又回来啦 我又回来啦 我们今天的旅程重点就是在西海大峡谷 所以我们今天走完了这样子的一圈 我们期待明天的旅程 今天早点休息吧 欸 我们现在不是刚夜游回来 看外面的天气 好 我们不是刚夜游回来 我们是 现在要准备出去看日出 现在是早上的 五点多 我们要上丹霞峰看日出 丹霞峰就在我们住的排云行旅的旁边 好 那我们待会见 祝我们好运 天亮啦 今天应该是 五圆啊 你现在到哪里啦 呃我们 在稍坐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要去看 这个 那种猴子观海 嗯 黃山之名的景点 我最期待的一个景点 嗯 因为本身 雲妞呢是 属猴的 今天天气很好 所以我们预计呢 是猴子看山 嗯 不是猴子观海 因为今天的云雾不够 就是不够厚 所以没有办法 观海 他只能看山 不過我们重点是要看猴子 好 猴子看猴子 我们待会就出发 GO 人家说 少量多餐 那我可以少要走多修吗 这是清凉胎 可爱的猴子 帮大家看看 真的是一只很可爱的猴子 太神奇了 好男人代表 好男人代表 太幸福了吧 上山还可以吃 削皮切好的苹果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是今年有开放的 叫做莲花峰 也是 这一次我们要走的 最高峰 对 就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 在左边的这一个 就是今年 它是五年开放一次的 这个地方 它就没有开放 这个地方叫做 天都峰 山上天气变化 晚上 随时都在那边 刚刚还在出太阳 现在就变成灵海了 我们刚刚从 那个 你现在看到的这颗球 光明顶 走下山啦 然后我们现在要往 熬鱼峰的方向 我们说 这个石头 看起来有没有像个人脸 我们现在到了 你这背景太假了 你打 你再说 假吗 熬鱼峰 熬鱼峰 那我们现在身后的就是 莲花峰 对 现在被这个 云雾给遮住的 这个就是 莲花峰 不好意思 我用你把它吹掉 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母哥旁边的 比较尖的这一座就是 乌坡峰 这样就是它 很棒 那 希望我们可以 登上这个 莲花峰 最高峰 正对面的这个 光明顶 已经被 这个 云雾缭绕了 看一下 完全看不到我们的光明顶 我们刚从那边看过来 真的 今天是算蛮美的 看云雾的景 有时候我们是 身在云海之中 有时候 我们是 看着 对面的山 那我们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 这一次呢 除了 达到了我们这个 三十岁 的一个 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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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梦想 真的 然后还要 讲说我这件外套的故事 好 你可以讲一下 这个皮衣呢 呃 是我 我爷爷的 爷爷的皮衣 所以这一次呢 除了是我们两个来 这一次也是算是带我的 阿公 我的爷爷 来 爬黄山 哈哈 爷爷你开心吗 阿公你开心吗 哈哈 我听到了 阿公说他很开心 哈哈 希望阿公真的很开心 那我们就期待我们 等一下 往莲花峰前进 往莲花峰前进 好 GO 巨高 巨高的啦 你看他在干嘛 哇靠 我的妈呀 他超延时尚耶 他们太厉害了啦 我们现在正在走 最难的 百步云梯 快要啦 快要到了 加油啦 我们下面这边就是 玉萍所到了 要快点赶下去了 就要下山了 江峰 好 我们今天的黄山行 告一段路 耶 欢迎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小铃呆 小铃呆 哈哈哈哈 小铃呆 小铃呆